今天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一千万最好的SUV 王川峰不说了吗 我的车永远不会自燃 把自燃从此脸上抹去了 你这个压上井盖的把底盘一磕 加我二十秒 哗就烧成 火就起来了 这个没有办法 这女的是个小 知道吧 身材瘦小 她就断电了 开不开门 她就钻到右后门 她钻出去了 你要是个大老爷们的大块 你在车里头钻不到后排 白白吧 来势再长记性 离电动车远一点 大家记住 大家发现没有 老听友 这几天没有水军了 老谭这么多年来 出了电动车 老谭被水军 被海军攻击 给我讲未来 趋势 你阻止不了 你老古董 新能源 什么诺基亚 智能机 给老谭讲故事的 你发现没有 随着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汽车品牌 造电动车 全世界 放弃继续研究内燃机 随着苹果 十年的造车 宣布停止 我发现 这些没脑子的水军 你们应该向老谭 赔个礼道个歉 坚持技术 坚持正义 不具压力 这种的车评人 除了老谭之外 有第二个吗 半个都没有 奇武 问解M9可以买吗 今天 我是第一次 见这个1000万 最好的SUV 我不说他别的性能 就那个汽车 内饰座椅的设计 10分 能给他打4分 都是照顾他的情绪 我们一块去几个 我就给他一说 这个座椅怎么样 所以说 真的是太差 除了嘴大 除了吹牛之外 几十万 他为什么要买问解呀 我真的是 难以想象 就这么多车 你为什么花 五六十万 买一个东风小康 买一个立番 搞不懂 你觉得现在你们电动车 不管是你们是车主 你们是买电动车的 准备买的 你觉得你能停地下车库 还能有多长时间